我之前一直在想 你不会真的这样对我 是我自己多疑 只求个安心 结果你真的不在医院 也不在家里 一整晚去哪了 你以为自己真的演示得很好 心不在焉 带女儿去我儿去风 弥补内疚 手机老开静音 一阵就文飞魄散 我们在一起十几年了 你觉得能瞒得过我吗 事情不是这样的 那你回答我 昨晚是不是跟那个编织在一起 从他找你做访问开始 你就整个人不同了 我现在就去骂死他 死贱人死活力气 老婆 我跟他结束了 就是开始过 你还这么护着他 为什么要出轨 对不起 对不起 那天我妈 那天我妈胡说八道 说家里有人病到快死了 人家会特别容易出轨 我听他这么说还觉得很生气 所以我上完查 结果真的看到有专家说 当一个人感到绝望 就会偷情出轨刺激自己 但这根本真是歪理 不是这样 还有很多原因 那你说 一个一个说 总之你相信我 我没想过跟他在一起 我没想过放弃这个家 相信我好吗 什么意思 就肉体发现没动真情啊 我又看着自己 没跟他上床 没上床 那有没有亲和睦 有没有胜率反应 你关上门在厕所洗澡 跟我上床的时候 有没有想着他 如果有 那有什么分别 你真的爱上了他对不对 为什么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怎么会忍心 你真是在这个家 我没有了老婆 你别跟我 你太糟了我想吐 不是这样老婆 听我说 这不是这样 这件事别让他们知道 等他们回来 到什么都没发生过 老婆